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快講到健康 最近天氣變冷了之後 各式各樣的疫苗 尤其流感疫苗 或者是像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你會發現滿多人打的 那其中公費的疫苗 確實是有一部分 符合資格條件的 觀眾朋友都可以打 可是偏偏好巧不巧 公費疫苗出包了好幾批 那打到出包的疫苗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疫苗的功能呢 那究竟對於一般人來講 疫苗要怎麼樣打 那怎麼樣健康安排打呢 待會兒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江守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新梅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婦產科的醫生好朋友 郭安妮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小兒感染科的醫生好朋友 齊孝君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師 嗨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黃錦榮師傅 大家好 先問一下江醫師 今年流感疫苗出了幾次包 而且好像是不同廠商 對 而且是公費出包 所以我的朋友就在問 那自費流感疫苗有沒有比較好 疫苗有沒有效 很難用這樣來評估 因為你看這一次掉進去的 事實上是一些顆粒狀的東西 包括製程中有東西掉進去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打一個比方 你今天在食物裡面 上一盤菜 結果你中間發現了一個小的 那個塑膠珠子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說 因為這個塑膠珠子讓你吃這盤菜 吃下去就會死掉 大概不至於 那疫苗出這個問題 看起來是一些掉落物 大概是比較像這樣子一個狀態 當然那個變色的 到目前還不太知道什麼原因 不過很多人怕不敢 因為這樣子不打疫苗 我覺得這就因噎廢食 大家一定要很瞭解流感的威力 當初西班牙流感大爆發的時候 你知道嗎 賓州最大的報紙上登了一堆廣告 在爭什麼你知道嗎 爭棺材 因為買不到棺材 那我們講一個數字 二戰打了八年 全球死掉兩千萬個人 那個西班牙流感爆發的時候 短短的三四個月之內 死掉一千多萬個人 所以你就知道是流感 為什麼防疫上全民在 就是說服務條件人 都要施打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他有很可怕的可能 會造成很高的致死的可能性 那當然這一次有三價四價 那我會覺得說你說誰該去買那個四價的 我會覺得比較傾向於說那些防護力比較弱的 你可以考慮 什麼叫防護力比較弱的呢 小小孩五歲以下 老老人六十五歲以上 大胖子大胖子的抵抗力差一點 慢性病 本來就有帶有一堆慢性病的人 或者是什麼 像我們這種醫療工作者 我們本身常常要接觸病人的 動不動一個門診 你看一百個病人 三十個病人在咳嗽的 你當然可能可以考慮使用比較貴的疫苗 你要知道臺灣的洗腎式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洗腎式的病人最常見死亡率是什麼 心血管疾病 臺灣是感染症 那感染症怎麼對抗他 或怎麼降低他的死亡率 以前我在洗腎式就推行一個競賽制度 因為我們洗腎式分兩個 第一跟第二洗腎式 我們就要兩邊互相競賽 那個時候尿毒腎病人 重大傷病都還沒有公費 很早幾年代 我們就鼓動他們說 誰能說服病人最高比例的打 洗腎式的 那我們就招待那一組護理人員 去參加卡拉OK不用錢這樣 我跟你講很有效 我跟你講 馬上這個死打率 在護理人員的勾強跟威脅恐嚇之下 馬上就拉高 後來回顧一整年 你就發現感染病的 傳染病的冬季的死亡率 馬上就掉下來 那我問你 像長期洗腎這一類的病人 都應該打嗎 全部都要打 那他們就會問 他們吃的慢性病 或者長期的用藥 會不會跟疫苗 有沒有交替的影響 應該都不會 因為疫苗最主要是刺激 你的產生一些抗體 刺激你的免疫細胞產生記憶 那這個跟藥物 基本上是風馬鈴不相企 就是不會衝突或排斥 不會不會 頂多你可以這樣講 譬如說如果你 譬如說你血糖很高 很高高到六七百 你可能疫苗打下去 就不會產生抗體 有可能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在處理 你那個血糖的問題 處理不來了 已經顧不了其他事情了 可是一般控制的 還可以的病人 其實打的疫苗 都會產生抗體 那我問一下新門醫生 有沒有特定的人 會對疫苗 有過敏的反應 之前很多的疫苗 上面都會寫一些特別的標誌 所以很多民眾來打 其實真的 我們這個問題 例如像雞蛋 我曾經這個吃雞蛋過敏 我能不能打疫苗 我對抗生素過敏 我能不能打疫苗 等等之類的 特別先講到一個是雞蛋 對雞蛋過敏 今年已經解禁 他是可以打流感疫苗的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個對雞蛋一定有過敏的人 但我們發現對雞蛋過敏 不代表你對流感疫苗過敏 我講個數字 在某一年的時候 他統計總共有740萬人打疫苗 有10個人有嚴重過敏症 所以就換算 其實是相當低的比率 而這10個是指全部的過敏反應 那所以你在換算出來 是真的跟雞蛋有關的 可能非常微乎其微 在去年度 美國就已經正式提出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其實 如果大家還是有疑慮的人 可以參考 第一個 如果我吃雞蛋 我會產生群麻疹的 能不能打 一定可以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產生很嚴重過敏的人 就是對雞蛋 我現在講是雞蛋 對雞蛋產嚴重 非常嚴重過敏的人 他建議你在施打的時候 就在醫療院所 做個30分鐘到一個小時 原因是一些急性的 會在這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就發生 你就可以緊急處理 除非你是之前 就對流感疫苗過敏的人 這是去年的美國的建議 他才建議你說考慮不要施打 我非常認同 剛剛那個江醫師說 這個我們說 有慢性病的人都可以打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覺得可以呼籲一下大家 很多人會說 可是我這個老人家 我家的老人家 真的名利很差 那他又自己在家裡 要不要打 如果老人家不要打 我建議的事情是 你周遭的所有人都打 我們真的是真的 之前講這個 蔣宋美玲 他某一年在 比較高齡的時候 他的家庭科醫師 就跟就是建議說 其實流感到了 你應該要打 打這個疫苗 但是大家在評估 他當時的健康狀況 覺得糟糕 如果他打了 會不會出什麼事情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他的隨護 他的保鏢 所有身邊的人 醫療的人全部打一輪 流感疫苗除了打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所以像其實今年的 你可以注意到 我們流感公費疫苗的建議單章 有一項 六個月以下的父母親 小baby 六個月以下小baby的父母親 可以施打 什麼意思 因為六個月以下小baby 是不能施打流感疫苗 所以就讓他身邊的 究竟照顧者 就是父母親去施打 像今年度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新聞說 這個某某公費疫苗出了問題 所以更多人來說 那我不要打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是某種程度的更加的危機 像我自己都會 私底下跟朋友說 你能打就一定要打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今年的 打的人數又下降了 如果他來個大感染的時候 相對下 那個疫苗 那個時候再打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我之前有提過 疫苗流感疫苗打下去 要一到兩個月 讓他身體出現 我們說的免疫效果 真的喔 就是至少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像如果你11月打 等他開始有感覺 有效果是12月了 所以我們過去10月推 是因為我們要讓他12月有效 我們真正流感的發病期 大約就是在12月到3月之間 可是因為這幾年 真的很奇怪 包括說天氣變化 流感的這個預測 很難預測 某一年是接近5月 像今年是10月就開始流行 所以再加上這個 不可預測性 再加上我們流感疫苗的 難以預測性 其實我建議大家 就是放下那些陳建 要打 那問到我這一次 打流感的經驗 我真的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完了 我是不是就是中了那一批 因為我以前打流感是不會痛 我打完就OK 可是我這次 酸痛時間相對下比較久 但是我覺得 是怎麼樣的酸痛 其實就是一般的酸痛 就是肌肉的酸痛 對 就是一般肌肉酸痛 對 但是我會覺得 就算是我真的是 達到了有一些問題的 如果他能夠幫助 我有保護效果 我度過這個冬天 我是覺得很值得 以你的工作經驗 你們在醫院 應該每年都會打嗎 對 因為我們看過太多 年輕的人 因為流感 就住到加護病房 某年我們醫院的葉克膜 全部被戒完 因為都是流感的病人 轉到葉克膜 而且都是突然的 快速的急重症 對不對 而且都是沒有打流感的 流感疫苗的 所以我們會一直強調 就是這個 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不在你現在打這一劑 會不會酸 會不會痛 而是在他有沒有辦法保護你 度過這個重症期 那接下來我們安琪老師 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老師要分享的是 蝦米的這一個海鮮 沖開煨麵 對 上海有這個煨麵 有各種各種的煨麵 那這邊我今天因為要花時間 我就已經把這個沖開的這個部分 待會我會示範 對 我待會會示範 那我現在高湯餵好了 我先來煨麵 因為這個麵 就是一般生的雞蛋麵 我們不下水去煮 直接生的麵條就放到鍋子裡面來 就是希望它有這個麵的濃稠性 對 所以它的湯就會變濃 對 湯就會變濃 現在維持小火嗎 對 小火 微都是小火慢慢微 對 微都是小火慢慢微 那現在麵下去了 我們可以稍微先大火 等它滾了之後 我們就再來改小火 好 那這邊我們就要來這個油 來做這個沖開煨麵 對 沖開的靈魂就是沖 沖段 對 所以油稍微多一點 那蔥段跟蝦米 然後這邊是泡蝦米的水 蝦米通常我們大概泡個半個鐘頭 這一個是乾的蝦米 乾的蝦米去泡個水 這是泡蝦米的水 水 然後這個把它分開來 因為要去爆這個蝦米 所以要給它先立出來 那蝦米跟蔥的話 我們先爆蔥 因為蝦米一放下去 它的濕度比較高 蔥就爆不香了 那我們這個蔥就把它放下來 好 蔥白先爆 對 蔥白先爆 蔥白跟蔥葉子可以一起爆 好 那就給它不要動它 因為我們要讓它上色 所以就不要去動它 你拿鏟子去鏟它的話 它反而不容易上色 好 那我們報它 報它同時請教一下 安琪老師有沒有打流感疫苗 我今年真是運氣不好 我們家附近那個嘉義科 它冰箱壞了 它說它把疫苗送回 送回去了 那然後我說我打自費的 它說自費的缺貨 要到12月才有 我說那不是已經來不及了嗎 對啊 所以我那天到了 鮮梅的中山醫院 結果那天 去找鮮梅打 剛剛剛好遇到我 對 然後也缺貨 它那天也是缺貨 缺到這個程度 對 所以要打 要真的很積極地去找各大醫院 一般而言跑什麼醫院 可以打得到疫苗 就一般嘉義科 對 在我們家附近的醫院 其實你看那個外面 診所上面都有掛一個 公費流感疫苗 施打的診所或醫院都可以 有掛的就可以 對 基本上原則上都有 生理太好就不要去 生理太好早就沒有貨了 沒有貨了 對 你的意思是看平衡好像 洗百會公司 也不知道去生理比較少的 店去洗洗的 比機會比較高 好 我們老師這一個衝斷 現在開始有一點點微黃 水分 那這個蔥香慢慢出來了 出來 對 蔥先爆香了才爆蝦米 對 有一點耐心 等它的焦黃都出來了 我們差不多要煎到 像我們這個裡面的 這種焦度 這種焦度 要煎到這種焦度 所以慢慢給它煎 那我們今天是示範 我們就大家等 等到這個顏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放你的開陽了 就等到了焦黃色再放開陽 對 放開陽 可是我們今天錄影時間的關係 對 我們先放了開陽 像瘤感如果沒有控制好 它就會有很嚴重的併發症 那感染太嚴重的時候 就擋住它的寶寶 你跟著早產出來 肺炎的細菌 抗藥性越來越廣 這種情況你怎麼辦 最好的方法就是 提升你的免疫力打疫苗 抱這個開陽的同時 再請教一下其實 瘤感疫苗的接種 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你們臨床上看到 很多小孩子 它的免疫力比較弱 一旦遭到感染 尤其是流感的時候 有的時候病情很難控管 流感病毒 跟一般的感冒病毒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它比較容易造成重症的情形 重症就包含心肌炎 肺炎或腦炎 可是就像剛剛江醫師講的 大概都是老一點的老人 大概65歲以上的老人 或是5歲以下的小朋友 比較容易造成這樣的情形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 想要打流感疫苗的話 他想等4架疫苗 我反而會建議說 你可以先打3架疫苗就好了 因為3架疫苗跟4架疫苗 差別在於 3架疫苗是兩種A型 一種B型 4架疫苗是兩種A型 兩種B型 所以對A型來說 其實3架疫苗的保護力 跟4架疫苗的保護力 是完全一樣的 並不會說3架疫苗 A型的保護力比較差 差別只是在於 B型的保護力 3架疫苗稍微差一點點 所以會建議如果 要等疫苗的話 盡量不要等超過11月或12月再打 盡量有疫苗的話 3架疫苗公費的可以打 就可以先打 今天我想講一個案例就是 我之前在醫院的時候 預購的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兩個月大的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 他剛開始去醫院的時候 他是因為發高燒去的 他同時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狀 包含咳嗽 流鼻涕的症狀 被爸爸媽媽帶去醫院 那我們在兒科都知道 大概小於3個月的小朋友 一旦有發燒的症狀 大概都需要住院做完整的檢查 所以他當時也住院做了X光片 抽血 尿液之類的檢查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他其實是A型流感的陽性 可是我們想說 兩個月大的小朋友 其實你並不會帶他去哪裡玩 為什麼會被傳染這個A型流感 在回溯他的家族史 才發現其實他的爸爸 在小朋友發燒之前 大概前三天也出過一次的發燒 那這次的發燒 他其實很快就退了 所以他自己沒有發現 他自己是流感 那我們也幫爸爸做了篩檢 也確認是爸爸是A型流感陽性 所以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 像剛剛陳醫師說的 在6個月以下的小朋友 其實他不適合接種流感疫苗 所以我們的公費政策 在前幾年其實 對於6個月以下的父母 其實都建議打流感疫苗 而且是公費會幫你出這個錢 所以會建議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家中有6個月以下的小朋友的話 不要再等4架的疫苗了 可以直接去打3架的疫苗 因為對A型流感的保護力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你是照顧者 有一些如果是爺爺奶奶照顧 可能爺爺奶奶去打 因為你一旦傳染了流感 你也有可能照顧的過程當中 影響到小孩子 同一時間我們安琪老師的蔥段 蔥就焦了 果然焦香 這個蝦米也很香 對 蝦米也很香 所以我們再抱著先抱蔥 然後這邊是紹興酒 然後我們大概加個一湯匙的醬油 給它上色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下水 這個就是蔥排味麵的雞底高湯 這個我們泡蝦米的水當然要 煮差不多15分鐘 這個蝦米的味道都出來了 然後這個湯 對 那湯的顏色就會變成這種茶色 因為我們有放一點這個醬油 然後下面 而且它會有鹹度 蝦米也有鹹度 那這時候我還沒有調味 那今天我是給它做成豪華版 我就加了一些這個蛤蜊 海鮮 對 因為我們在預防流感的時候 這個營養很重要 對 營養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 通常餵麵 會不會味道麵軟爛 會 那上海人本來就要吃軟爛的 對 吃軟爛的 他上海人拿這個青江菜做雞味麵 或者是有的時候做這個 雞火 就是火腿跟雞絲 雞火味麵 它的味麵種類很多 而且有的是蔬菜 拿蟹菜 或者是拿這個青江菜來做味麵 那這邊我們可以開大野火 等蛤蜊開口 我們就可以來放 這邊我這邊還配了一些透抽 然後這邊是這個蝦 那蝦跟這個蟹腿肉 我都給它先醃了一點鹽 跟抓了一點太白粉 就是維持它的口感比較好 因為這些三樣東西都很快熟 所以我們把它這個麵 圍到差不多 通常基本上我們圍十分鐘 對 讓它圍到軟爛 通常基本上蔥開味麵 就是蔥跟開洋 他們蝦米叫開洋 就是蔥跟開洋 所以我跟學生講是經濟 又好吃的一個麵 我們在中醫裡面講 這個蔥白其實也是致感冒的 對 然後現在很流行 這個蔥油拌麵嘛 對 所以它這個蔥香 是大家能夠接受的 對 現在很多那種乾拌麵 乾拌麵就是拿蔥油爆麵 拌麵 非常棒 而且煮這個麵 看起來是厲害的 我們今天就是來給它 其實這個香味蠻特別的 那是不是只有雞蛋麵 比較不會全都化掉爛掉 對 那你如果想要它快一點 因為我今天是求好 所以我是買了雞蛋麵 它不會容易太糊 那一般的話就買快一點 能夠軟化的是陽春麵 又便宜 然後又快軟化 雞蛋麵的話 我們需要差不多 今天要煮個10分鐘到12分鐘 而且那個湯是濃郁的 因為你麵的某些澱粉汁 也入湯了 所以這個也不是勾芡造成的 不是 不是 這個等於是麵粉造成的 對 麵條本身 我們因為沒有先去煮這個麵嘛 所以麵條本身的濃度也下來了 它就會造成這個微麵 有點濃稠的感覺 好 現在蛤蠣也開了 我們蝦子熟了 就可以上菜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喔 剛剛在試吃的時候 我就問一下你小時候 這一道到底要熬多久 他是說15分鐘 這個湯底就可以熬完 原因是你喝這個湯底 好像是熬了一兩個小時 才會燉出來的那一種鮮甜的味道 比如像我啦 比較不專業的家庭主婦啦 如果你在煮飯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這道料理 因為會讓你的老公或你的家人 覺得你花了很多的時間 花了一整個下午在蹲這個 好 這撇步撇步 那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講各式各樣的疫苗 你會發現疫苗 一來一直有越來越多新的 越好保護力的疫苗出來 我們一般民眾 其實說實話 那個知識是趕不上 這個疫苗發展的速度的 可是請大家稍微放下呈見 例如像我們今年的這個 所謂流感疫苗出現 一些出包的問題 我在講另一個我印象很深的個案 那個我剛剛算一下 大概是八年前的事情 我八年前說還算是一個小醫生 我們都會有一些任務 那我們加一個會有個任務 叫做衛教病人 所以我們當時就被分配到去各個國中 或高中去做一些特殊的疫苗 衛教 但是我們挑我自己 我們這一組的人挑的是國中生 那我們當時這個疫苗衛教主題 是子宮頸癌疫苗 那當時我們就 因為其實子宮頸癌疫苗 他打的時間是國中 是最適合 也就是說性經驗發生 之前打其實保護力是最好 我們在講的時候 因為下面其實就是一群國中生 我們講的時候 那個下面他們是男女混笑 男生女生笑得 笑得很開心 看得出來他們好像 就是很興奮 就是很害羞 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這個班級的小朋友 他們誤以為 我們當時在做的是一個性經驗的教育 甚至他們認為 這個老師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離開 這個他們這一間教室的時候 那老師的臉色是非常不好看的 他希望趕快離開 希望我們這些醫生趕快走 不要來這邊 好像誤導這些小孩子 讓他們往性方向去思考 其實這是相當可惜的 因為其實 我前幾年跟幾個 在打疫苗的這些廠商在問 他們說在美國 其實會希望的是越早打越好 尤其是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施打是最好的介入年齡 那你可以想像到 我們當時在講的 就是這個時期的人 但是因為大家當時對這個疫苗 是不了解的 所以這一批人 他們就錯過了 明明可以打疫苗的最好時機 可能在這個時候就被錯過了 所以我們大概整理了一些學齡兒童 其實可以打的疫苗 水冬疫苗 其實我們公費都一定會補助一劑 但是他們有一些是對於疫苗打進去 在我們身體免疫力產生的一個研究 是發現兩劑效果比較好 可是第二劑是自費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四架疫苗 講到這個我稍微盯正一下我剛剛說的 保護力我剛剛再確認一下 它大概是兩週到三週 也就是說最好至少在兩週以前 你施打疫苗 剛好遇到流感季節 你才有辦法應付 否則就來不及 所以至少兩週 那第三個是輪狀口服疫苗 其實也是要這個一千多塊以上 那你可以看你的縣市 其實通常打這疫苗 媽媽他們不用特別去做很多功課 你到這個縣市 他就會提供你 你如果是當地的居民 他可能就有相關配套 比如說台北市 我前陣子剛給小 我的女兒吃那個輪狀口服疫苗 他就是只要你有拿一個相對的東西 他就可以去折底錢 那最後一個 就是我剛剛提到子宮頸癌疫苗 我一定要提 子宮頸癌疫苗好多種 從兩架四架現在甚至有九架 目前的我們說公費 有針對一些國中的人 有在做施打 但是還是建議你可以問一下 你們現在施打的是屬於 什麼型的疫苗 因為有兩架四架九架 可能像我現在提到 這個是九架 這個這個這個價錢 特別貴這是九架 如果你是一般的這個疫苗 是確實已經有公費 可以協助讓你免費施打的 那問一下江醫師 那秋冬還有一些人 會打肺炎疫苗 那包含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你會推薦給老人或者慢性病患 建議他們打嗎 這個一定要推薦的 為什麼呢 在公衛的這個研究裡面 什麼東西用下去 可以降低死亡率 同時又可以省錢 省整個醫療系統的費用的 第一個當然是子宮頸的抹片 第二個就是肺炎雙球菌疫苗 肺炎鏈球菌疫苗 那為什麼它那麼重要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肺炎到目前為止 是傳染病裡面 死亡率最高的 第四名我們第一名一般都是癌症 第二名就是中風跟心血管疾病 兩個搶來搶去 那第四名 Always是肺炎 那為什麼這時候要特別鼓勵大家打疫苗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面臨臨床上一個困境 我們發現肺炎的細菌 抗藥性越來越廣 就是多重抗藥性巨種 基本上是很常見的 在醫院裡面 隨隨便便培養一個肺炎的這個痰 長出來的多是 大部分都是多重抗藥性的菌種 常常把我們醫生逼得無路可走 你知道嗎 你培養出來 你知道是某一個細菌 你明日叫得出來 可是你沒有藥可以對抗它 所以A肝跟B肌肝不太一樣 它是口分傳染 如果你剛好沒有你拔 這個時候你特別累 比如說你去過度工作或什麼之類 但它誘發一個猛爆性肝炎 最嚴重是會自食 他先去斬皮疾病 很多人都這樣 斬了三天之後 來看的時候 整條都已經焦黑了 你痛半年了 我就跟你講 美盒 美盒 絕對讓你人生乏胃 你知道嗎 難道這種情況你怎麼辦 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 提升免疫力最簡單方法就是打疫苗 所以這個是你要知道 疫苗本身其實不容易平衡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疫苗你要打很多人才救幾個人 可是根據工會的研究 肺炎疫苗 他打下去的結果 總支出 比 省下的錢 看起來他可以省下很多錢 而且他可以救命 所以他是罕見 我們講過 真正工會上 貢獻有很大的疫苗 對 他又救命又可以省錢 在工會史上沒有很多這個東西 包括什麼 子宮頸抹片 這是可以救命又省錢 第二個就是肺炎疫苗 他可以救命又可以省錢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去打這個疫苗 那問一下郭醫師 還有一些孕婦會擔心 孕婦可以打疫苗嗎 孕婦事實上有一些疫苗是可以打 那有一些疫苗是不能打的 那可以打的就是去活性的疫苗 我講一個個案 像我有一個32歲的孕婦 他是第一胎 那因為懷孕的時候 很多親朋友都說 有一些藥物孕婦要特別小心 所以他現在是流感的時機 所以他不敢打流感 但是孕婦是可以打流感的 他沒有打 結果不幸他得到了流感 然後就醫生給他吃客流感 他又怕又不敢吃客流感 客流感對孕婦來說是V級 是安全的 所以孕婦本身他的免疫力會很弱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很嚴重 像流感如果沒有控制好 他就會有很嚴重的併發症 他那時候就得了像肺炎 那流感可能併發症 比如說是心肌炎 腦目炎 這都是比較嚴重的 那他那時候就住院治療肺炎 那感染太嚴重的時候 就導致他的寶寶 也跟著早產出來 不過還好他寶寶 那個時候是36週 所以雖然是早產 但是屬於早產是比較大週數的 最後是媽媽跟寶寶是都會有安全 所以孕婦的時候 我們不能施打的 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像麻疹 德國麻疹 腮泄鹽 水痘跟卡戒苗 這是屬於檢毒疫苗 檢毒疫苗的部分是懷孕不能打 所以像我們臺北市政府 他有提供 就是戶籍社在臺北市 婚後孕前的檢查 裡面就特別會去檢查 像有沒有德國麻疹跟水痘 如果你沒有這個看題的時候 我們會要求 他準備要懷孕之前 就要先做這樣子的 檢毒疫苗的施打 懷孕的時候不能打 如果懷孕的時候你得到了德國麻疹跟水痘 他寶寶是會有自己胎的風險 真的喔 對 所以婚後孕前有一些預防針裡面有打藥 先去做準備 那像我們剛剛的像流感 還有百日殼 他都是屬於就是去活性的 去活性的話 他裡面是沒有 就是細菌跟病毒都是死掉的 他是採他的表面的看源去做 對於那個媽媽是可以做施打的 那問一下這個奇醫師 卡戒苗是很多家長心中的大魔王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傷口癒合時間比較長 卡戒苗確實是在活性疫苗裡面 算副作用比較大的一個疫苗 那我剛剛說的這些活性疫苗 其實大部分懷孕的人確實不適合打 可是有一個疫苗 另外剛剛有漏掉 講就是日本腦原疫苗 日本腦原疫苗在前年 其實也改成了活性的疫苗 所以孕婦其實也不適合打 日本腦原疫苗 孕婦在每次懷孕期間 流感疫苗一定要打 跟百日核疫苗一定要打 那剛剛說的 我們剛剛說我們最害怕的 一個疫苗叫做卡戒苗 卡戒苗這個疫苗 他是唯一一個活的細菌做成的疫苗 那他另外一個特點 是他打的部分比較特別 他打的部分是在皮下 其他大部分的疫苗 大部分打在肌肉注射 或是皮內注射 所以卡戒苗的副作用 一般來說都比較大一點點 正常來說 如果你帶小朋友去打卡戒苗的話 打完之後 你剛開始不會有特別的感覺 只會留下一個小小的紅點而已 可是大概過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會漸漸變成一個稍微大一點點的點 卡戒苗他本身是一個活的細菌 所以他也有可能造成一些 就是皮下組織的感染 像左邊這個圖 這個也大概是半歲左右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的卡戒苗 大概打在五到八個月的小朋友 這個半歲的小朋友打過之後 他這個局部的部位 就產生了一個濃氧 摸起來其實會軟軟的 裡面好像有一些濃積在裡面的樣子 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個小朋友其實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治療 這個小朋友只需要每個月觀察一次 如果有濃的話 輕輕的擠出來 真的濃很多的話 可以用一些針頭做抽吸的動作 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小朋友 在這個觀察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都可以消掉 除非這個濃真的變得越來越大 或是真的產生了全身性的感染 才需要用一些抗結合菌的藥物做治療 這是比較常見的 那另外一個也蠻常見的 就是我們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是卡芥苗的淋巴腺炎 我們的卡芥苗其實注射在皮內 它會沿著你的血液跑 那跑到身體裡面的時候 會被這個淋巴結擋住 淋巴結擋住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淋巴結的腫大跟發炎 所以通常都是在注射部位的左邊的腋下 常常摸到這個一球 那這個發生率大概是百萬分之 一百到一千左右 所以其實也沒有很少見 可是這種的卡芥苗淋巴腺炎 這是一個大概也是半歲的病人 打完之後腫的很大 其實跟剛剛我們說的農羊一樣 大部分也不需要治療 一個月追蹤一次 如果這個小朋友 在一個月追蹤一次的情形下 有漸漸變好的話 那也不需要吃任何的抗結合菌 只要追蹤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龍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分享的是五彩酥雞柳 對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其實可以從一些優質蛋白質的這個 來做這個免疫的 像這個就是雞胸肉雞柳 那這裡面已經有淹過了 就是有用一大匙的醬油 然後還有紹興酒一大匙 然後太白粉一大匙跟水一大匙 對 就這樣吃起來會比較滑嫩一點 而且這個肉也比較有水分 沒錯 因為雞胸本身是比較沒有 比較彩色 對 那醃多久它會入味 其實這個是很快 大概差不多五分鐘十分鐘就可以了 對 不用太久 那我這邊先鍋子 先加點油來熱一下 好 然後我們爆香一點辛香料 這邊的話用的是蒜頭 薑絲 師傅爆了薑絲跟蒜末 還有一點的這個辣椒 對 辣椒 下去把它炒香 好 師傅今天的五彩 其實還有這個黑木耳 玉米筍 紅椒 然後這個綠豆 甜豆 把它切絲 對 這是五種 這個是這個陽地瓜 一般叫掛薯 掛擠 掛擠 對 我把它切成絲這樣子 對 用五種的蔬菜一起下去拌炒 好 首先這邊的味道已經出來了之後 我就把這個醃過的雞柳放進來 對 好 對 好 然後剛剛醃雞柳的醬料 也可以下來拌炒 對 因為雞柳其實一般都是 有兩種醃法 這個是讓它比較有顏色 一般可能就是用鹽巴 米酒 太白粉 然後加點水 那我這邊是用紹青酒 它味道會比較香 那稍微把它打散 炒散 對 慢慢的稍微聞到 這個酒的香氣就出來了 對 好 那差不多 我們在差不多八分熟的時候 我這裡的蔬菜就要下去了 對 這邊蔬菜就依序了 就把像這個甜豆絲 把它放進來 對 然後這個是陽地瓜的切絲 把它放進來 所以五彩 蔬菜就可以跟著搭配 對 那這個是玉米筍 好 然後像這個黑木耳 對 然後還有這個紅甜椒絲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家常菜跟便當菜 對 就非常的方便 那在這裡 因為我代表蔬菜 稍微用燜的方式 那這邊加點水 那這水裡面我已經有加了 大概一小湯匙的鹽巴 對 放進來 稍微蒸煮一下 因為其實吃起來比較滑嫩 而且油可以用的比較不會那麼多 好 那我們蒸煮他的同時 請教一下郭醫師 剛剛講女孩子相關的是子宮頸 疫苗 那適合接種的條件呢 究竟要怎麼看 子宮頸癌實在是有個年輕化的趨勢 那我有一個28歲的女性 她後來就得到子宮頸癌 第一個原因是 她的性行為比較早 那另外的話 她媽媽也曾經是得過子宮頸癌 她們家有家族病史 那她今天會來求診的原因是 因為她跟男生 跟另外一半性行為的時候出血 才被發現有子宮頸癌 那你問她說 你怎麼都沒有做抹片 她說醫生不是30歲以後 才要做抹片嗎 因為大家都說 國建局30歲 一年一次是不用錢的嗎 事實上正確的不是30歲 是你有性行為過三年以上 你都要做抹片一年一次 那我幫很多家長跟小女生問 她如果17歲有性行為 她20歲以後應該年年做 對不對 對 她就是要自費做 因為我們國家只有給付30歲 並不是以30歲為年齡 所以大家會有個錯誤的觀念 所以這個妹妹因為她沒有打子宮頸疫苗 也沒有做抹片 所以被發現的時候 她就已經是子宮頸癌了 那目前施打的年齡 大概就是9到26歲 在沒有性行為之前施打的女生 效果最好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跟媽媽說 大概就是國小升國中 因為現在大家都比較性早熟 所以你要在她沒有性行為 交男朋友之前就要先打 效果是最好的 那這邊台灣訪單是9到26歲 那如果26歲以上有性行為 女生說我可不可以施打 事實上也可以 她實驗的族群是以45歲以前 那像歐美的國家 她的訪單是以10到45歲 這個年齡可以做施打 那現在的疫苗的話 大概有三種 二架 四架 九架 所以有很多種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那孕婦可不可以打 一般我們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打了子宮頸疫苗 懷孕了 寶寶是可以留下來的 但是你懷孕的期間 沒有施打的就不打 就是生完之後再做施打 但是寶寶是可以留下來的 那價錢的話 大概就是有三千塊到五千五百塊 五千五百塊就是 現在最新的酒價 那酒價前一陣子缺貨 現在已經開始陸陸續續都有貨了 在台灣賣到缺貨 全世界缺貨 我們還有接過 就是香港或大陸 打電話來我們台灣打的 來我們診所打 就是包團過來打 他要問有沒有這個貨 對對對 然後專程從香港或大陸飛過來打 對 因為那邊也缺貨 很誇張了 好 那樓室戶員現在這個五彩 輸雞柳也好 哇 整個這個顏色都非常漂亮 那這邊很簡單 其實呢 其實我蔬菜本身都已經有甜味 那雞肉都有味道 那稍微給它拌炒一下 而且剛剛的水分加了一點鹽巴 都調味了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表現你自己家裡有很多小孩的時候 或者是你家裡有一些老人家 口味比較不佳的時候 你不妨這個多加點蔬菜 強迫它吃 原因是它其實 那個蔬菜的料理的入味 其實也都入了 它的那個鹹又不夠 又不會到太鹹 可是它那個香味 是絕對讓你很好下飯 而且你可以食慾大開的 那我們講到這個疫苗 剛剛其實有一個疫苗 我想特別跟大家講 大家可能比較少接觸到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肝炎 肝癌過去是一種國病 尤其是B肝跟C肝 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全面的從小孩子 就可以開始介入施打之後 其實B肝的代源 現在已經越來越少 都只在老人家 或者是有些垂直感染 比較容易會產生 有一個大家最近開始有比較重視 因為我最近真的有幾個民眾 來找我打的 叫做A肝疫苗 為什麼特別提到這個 B跟C肝 大家都比較知道 它其實是血液型 或是所謂的體液型的傳染 所以包括說血液的傳染 輸血 或是我們說一些性行為 確實都比較容易傳染 和A肝跟B C肝不太一樣 它是口分傳染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 我是媽媽 我是代源者 我在煮完飯之後 假設我剛好傳到了我的青菜 蔬菜裡頭 全家人吃 全家人會一起傳染 我們之前有做過個調查 在1980年的時候 他去看全台灣的A肝盛行率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已經有得過 而A肝跟B C肝不一樣 B C肝是一得了 你可能就會有慢性病的風險 A肝得了 其實會出生的是急性 比較猛爆性肝炎 可是如果你有了這個抗體 可能這輩子 你就不需要施打疫苗 可是隨著 因為它跟這個 我們的國家的餐廳 衛生習慣是有關係的 隨著台灣的衛生習慣 越來越好 我們開始會注重戴手套 你要戴口罩之後 在2013年的時候 他們有做過一個 也是一個研究統計 在20歲以下 只有10%被感染過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人的A肝的代源 相對比較少 也就是說 你可能是都沒有 代用過A肝 那代用A肝到底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就講一個 我的真的病人 回來跟我講的事情 有個年輕的男生 他就是去東南亞 這個算是一個長期的出差 在東南亞國家 他去他出差的越南之前 他就先去東南亞 玩了一輪就去越南 他在出差到了一段時間 他突然覺得人好像感冒了 就覺得全身不舒服 很疲倦 疲倦那段不行 就到當地的醫院 當地因為一抽血檢查 一個指數特別高 叫做ALT 他就在看我們肝功能指數 正常大概40到30以下 他是1700 其實他醫生當下就跟他說 你是所謂猛爆心肝炎 推測其實應該就是我們說 A型的猛爆心肝炎 A型肝炎最大的特點就是 當我們在傳染之後 有一些人 他就像小感冒 有些人沒有症狀 過了 你就有抗體 就OK了 可是如果你剛好沒有 你反而這個時候 你特別累 比如說你去過度工作 或什麼之類 讓他誘發一個猛爆心肝炎 最嚴重是會致死 那我們那個病人很幸運 他就休息一下 其實人就沒事了 所以他是算安全的 可是如果你是屬於 這個時候度不過 真的有人因為猛爆心肝炎 而死亡 而再講到A肝的疫苗 怎麼施打 很多人呢 比如說我今天 我是知道我下個月 或下個禮拜 我就要出差六個月 在我們說這個預期 可能傳染力比較高的國家的時候 來施打 跟你說抱歉 他的施打的這個保護力 沒有到百分之百 因為A肝的施打 其實最建議是兩劑 第一劑打完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 他的免疫力 大概可以到95 但是還不能到百分之百 如果你兩劑都打完 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其實最安全的做法 是假設你有一個 去到一些國家 你擔心有疫苗疑慮的時候 請你在半年前 就來諮詢醫生 因為其實有很多疫苗 他大約的流程 都要打到六個月的時間 才有辦法把所有疫苗打完 包括我們講子宮頸癌疫苗 A肝疫苗 很多疫苗 其實都有一個 我們說施打規定的時間 他的疫苗 才有辦法免疫力 保護到你的身體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說 假設你已經有個長久的規劃 在一年後你知道了 你就不如在半年前 去找一個你自己的家庭科醫師 或者是其他的醫師 去這個諮詢 那幫你安排 比較適合的一些疫苗施打 那問一下江醫師 除了你剛剛講 肺炎的鏈球菌的疫苗之外 另外有一個疫苗 這幾年也很多人推廣 是帶狀泡疹 就是俗稱的皮蛇的疫苗 這個其實對於 比方說免疫力比較差 或者年紀比較大的人 打起來也是有幫忙跟照顧的 我跟你講 連我自己都去打了 因為我跟你講 我在門長看過病人的痛 我有一個病人才五十幾歲 那他發皮蛇發起來之後 他沒有馬上去看醫生 他先去斬皮蛇 很多人都這樣 斬了三天之後來看的時候 整條都已經焦黑了 皮膚都已經焦黑了 那我們當然因為他又是尿毒症 所以我們就怕他會拓展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趕快當下就給了抗病毒的藥物 那給了抗病毒藥物 這還是自費的 今天今天的報紙說 我們國家開始要付費了 對 那個時候還是自費的 給了 那一個禮拜壓下去了 本來以為就沒事了 在家裡大概十天左右回來 疼得要死 皮膚都好了 痛得要死 這個就是所謂的 帶狀抗疹後神經炎 因為帶狀抗疹 它是長在神經上面的 所以它直接傷害的 迫害的就是你的神經 所以它會造成很厲害的 到帶狀抗疹後的神經痛 最後像這種帶狀抗疹後的神經痛 基本上就用到淚麻醉藥 來自於鴉片的衍生物 我坦白講真的 你說打這個疫苗 幾千塊咬不起 你痛半年了 不要說痛到那個九個月 很倒楣的人 你痛半年 我就跟你講 沒好 沒好 絕對讓你人生乏味 你知道嗎 那痛起來真的是 你們沒有痛在神經上 你就不知道那個東西 會有多痛 真的 那問一下 其實還有一些國人 出國旅遊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能 這個出國的國家旅行的地方 剛好有爆發 比方說麻疹 德國麻疹的疫情 那如果剛好要到這種地方旅行 要不要打疫苗 先講一下麻疹疫苗 之前我們先看一下麻疹的病程 感染麻疹的時候 並不會立刻出現 疹子的症狀 一般來說 大概會經過兩週以上的潛伏期 那這兩週的潛伏期 你是完全沒有特殊的感覺 那經過兩週潛伏期之後 會開始出現一些中度的發燒 跟一些咳嗽 跟鼻炎 跟睫膜炎的狀況 這個時候看起來就跟感冒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在這個前趨期的末段 嘴巴裡面會出現一個很特別的點 這個叫做科士斑 這科士斑在夾磨上面 看起來就是像這樣白白 一小粒一小粒 像鹽灑上去這樣的白點 那在科士斑消失之後 才開始出疹 那這個時候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是麻疹 這個時候會從頭到腳 然後邊發燒邊出疹 然後之後大概過了 大概三天到五天之後 這個疹子才會漸漸退 大概在今年左右的時候 大家大概知道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性 他在泰國旅遊 那他去泰國旅遊的時候 他其實三月初就去了 他當時在泰國就已經被感染麻疹了 可是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並沒有出現症狀 所以他在三月十七號的時候 他搭了一班飛機到日本的沖繩去玩 他到了日本沖繩之後才開始出疹子 所以在日本沖繩當地被診斷是麻疹 可是我們說出疹子之前 他其實就已經有一段的時間會有傳染力了 所以他在當時搭那班飛機的時候 就傳染給當時的空服人員 然後這空服人員又再造成了第二波跟第三波的感染 總共一個月之內 總共傳染給二十二個人 那那個時候造成台灣一個一波很大的流行 那總共接觸的個案 大概追蹤了五千多個人 想要預防麻疹的話 其實有疫苗可以施打 這個叫MMR疫苗 這是一個三合一的疫苗 它包含麻疹 腮腺炎跟德國麻疹 打一針可以預防這三種疾病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小朋友都需要打 如果你是在家中 你只在台灣 你沒有去哪裡旅遊的話 也沒有前往疫區 疫區指的是中國大陸 菲律賓或者是泰國 或是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如果你沒有要去 你都在台灣 其實感染麻疹的機會 其實不是這麼大 如果你要去疫區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分成三個年齡來看 第一個年齡是比較小的小朋友 如果是六個月以上到一歲左右的小朋友 滿六個月的時候 可以打一次麻疹的疫苗 那一歲之後 一樣照預防接種的 再打第二劑的疫苗 那如果是一歲以上的小朋友的話 因為你公費已經打過一次疫苗了 那你也可以考慮隔一個月的時間 再打第二次麻疹的疫苗 那如果你本身是成人 你想要去東南亞出差的話 也可以考慮打麻疹疫苗 不過一九八一年以後出生的人 再打就好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台灣 其實在七十二年 七十四年跟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其實分別有幾波麻疹的大流行 所以在一九八一年 以前出生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感染過麻疹 感染過麻疹 這些人其實本身帶的抗體 其實非常的強 比打疫苗都還來的強 一九八一年之後出生的三十七歲以下的 這些比較年輕的族群 如果你要前往疫區的話 可以考慮打一陣麻疹疫苗 郭醫師聽說也要推廣分享一下 男生事實上也可以打子宮頸疫苗 對我這邊講一個案例 我大概有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婿 那她今天來門診的時候跟我說 醫生我最近交了一個新男朋友 可是我的前一個男朋友因為有菜花 所以傳染給他 他得到菜花 但是他菜花部分已經治療了 但是菜花他在你免疫系統不好的時候 可能會復發 所以他在他還沒跟他發生性行為之前 他帶了新男朋友來打了子宮頸疫苗 就是預防菜花 所以男生打子宮頸疫苗 預防菜花之外 他還可以預防 就是再得到HPP 再傳染給下一個女生 所以他可以保護自己 還可以保護女生這樣子 好 那節目最後 這樣是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鈴 大家要記得用化學藥物抗生素對抗維生物 基本上都會失敗 例子上曾經真正的打敗過病毒 像天花等等的東西 像小兒麻痺全部靠的是疫苗 所以疫苗才是人類真正的公衛史上 能打敗維生物的一種手段 而且坦白講價格有限 然後獲益常常是一輩子 所以很鼓勵大家該打的疫苗 今天節目將會介紹過的 如果適合你的年紀 適合你的狀況 你就應該趕快去打 好 謝謝鑰醫師的兵嚴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作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Match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Bye Bye 謝謝 謝謝 абсолютно 謝謝 謝謝 膚本 沒有 我們 溜